109年花林市市长杯慢速壘球锦标赛 从7月4号开始一连两天 分别在大本球场、平和国中 以及秀林湘的富士球场来举办 吸引了全线近25支队伍 500位的好手在球场上热血较劲 市长魏嘉贤表示 将会持续的来支持各项运动赛事的办理 让花林市成为一个爱运动的城市 花林市长魏嘉贤在4号上午来到了大本球场 站上打击区挥出一记强而有力的打击 正是为109年花林市市长杯慢速壘球锦标赛 揭开了序幕 并赠送球棒给各球队 勉励他们要在这场赛事中全力以赴 为球队争取最高荣誉 那我们用市长杯的方式 让市区的朋友、破败县市的朋友 能够来到花林市 那来一起来切磋球技之外 也能够来促进地方的观光 那我们今年因应我们全民运的部分 有一些场地是因为在整修的关系 所以必须要分到几个 像在和平的场地 像在一个秀典场地 所以我们有一些场地 球队的部分有分散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未来在比赛的过程里面 这些球队也能够注意安全 那未来市长杯也会持续的办下去 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一起能够共襄胜局 市长杯慢速壘球锦标赛 从7月4号开始 一连两天分别在大本球场 平和国中 以及秀林湘富士球场举行 吸引到25队将近500位好手 在球场上热血较劲 市长薇佳贤也期盼 喜欢运动的朋友 都能有健康的体魄 可以透过运动赛事来交流 而攻守未来也会持续支持各项体育赛事办理 逐步将花莲市营造成一座爱好运动的城市 记者许黎晴 花莲市报导